我是一位音乐家 主要是从事古增的演奏 教学和创作的工作 我已经演奏古增30年了 它既是我的职业 也是我的爱好 包括我自己能够在古增上 有更深的造诣 和探索它更多的可能性 是我的梦想和追求 我觉得这个味道 我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在跟西方音乐的融合方面 出过的基本上就是四张专辑 我基本上都是都愿意尝试 比如这个组的是Funk 那个组的是爵士 不见得就说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风格 它是古增跟不同风格 西方现代音乐风格的一种尝试 和一种碰撞 特别是在国外这种环境 我觉得主要是从一个思想上的一种转变 我们那个古增它是音 它都是可以按出来的 其实跟西方的Blues 或者Jazz 它其实是挺搭的 这首曲子是最近还在写的 但是没有怎么还没有名字 还没有完全完成 就是在一个是在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中吧 最近呢当然很难忘 是我自己有做这么一个贝贝古中 燃创我音工作坊 跟一群弹鼓中的学生们一起 他们也是对极星音乐 我的原创作品包括改编 还有极星创作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当时我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 就是以这三个为核心的 带领大家去做这些极星音乐的一系列的练习 而且能够在当时那个瞬间产生很多火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基本上 在开始 我只是讲到学生们 如何与其他音乐员 无论是真正的音乐员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 那是整个组织 我一问他吗 你觉得参加我这个工作坊之后 能让你喜欢上极限演奏了吗 你想去极限演奏吗 他说 耶 完全 那我觉得就很开心 Fast notes 给一些Fast notes Fast notes Nice America 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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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notes 藏 哇